自由位置的K高加注到了1200之后 大盲位置是方片78 3-Bite到3000 Charles这里的同色A9 我们来看看他的选择 他像Charles这样 各种花样都能打得出来的选手 如果我们看到他去做一些像Forebet的动作 也不用惊讶 不过这次呢 他是选择了先跟住这个3-Bite 镜头目前还是对准到了刘璇这边 刘璇召了之后 三个人来看这个3-Bite的翻后是18K杂色面 此时的刘璇拥有底队 当然他也不是很吃得准具体的情况 毕竟来说 大盲位的选手做了翻前的3-Bite 然后刘璇的这个K踢脚是Go 你只能说在一定的情况之下 我撞上比我大的韧栽 但并不代表说我一定非得是把握多大 只能说我撞上你比我大的 以我目前的比例我韧栽 所以换句话说 即便不是太确定目前对手的具体强度 但只要自己的马量配合到这样的一个重牌 整体抵持大小的波动 能够在自己认为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 全压对他来说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压力 所以当这个SPR相对来说 让你的容错率能够展现出一定空间的情况下 那么叫做是我吃不准对手的强度 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关键就是现在整一个牌力 配得上波动就好 那结果呢在这个转牌啊 这张7的掉落 7-8是变成了一个两队的牌型 第二遍7-8还会有如此的幸运吗 如果一人赢一遍的话是拼分底持 拼分底持 第二遍呢还是刘璇的K勾赢了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这一类局当中 整体的氛围还是非常的不错 墙口加一位置杂色K圈 加注到了400之后 还结合一只杂色的A9 Mariano 3-bet到了1400 Andy这一波呢 他是在COA的位置用草花石圈 同色的这个发展性概念手牌进行的跟注 而Charles是杂色的勾圈 好 镜头再次回到刘璇手里这首K圈 I've got some ideas for next year's You do All-star game OK About the voting 非常霸气的一个All-in 有一说一呢 这个All-in确实从我们上帝视角会知道 其他任何一家都不太适合去做出回应 7排似乎来说是我们更为认知当中的主流 Charles在确认了一下刘璇后手之后 选择用勾圈进行跟注 这一下呢 这个牌力上是有冲突的 K圈是主导着勾圈 当然有一说一勾圈本身跟注这个拳牙也是似乎有一些勉强 只不过Charles呢也愿意跟刘璇去产生在这里的波动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波动的契机 也就上了 来看一下第二笔 OK 刚才可能字幕的调试方面有一些些的问题 现在字幕回到正常 这个第二笔是由Charles的勾圈 最后以顺子的方式抛赢 这样两边八排 一人赢一遍 双方翘 目前Stradle位置的口袋都高 Andy是加注到了两千 其实像A6杂色这个牌啊 遭遇到这个流程似乎没有那么理想 因为包括你也有可能冒着被主导的这种风险 结果呢刘璇还是意高人胆大啊 流程是三百到了五千 这个时候的Andy并没有再做再打回去的动作 而是选择了跟注 我们先来看Flop的三张 十十二 从干湿的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牌面是非常的干 越是这种Flop非常干的情况 有的时候如果你直接来一波大动作啊 相对来说 平衡综合的范围可能有些困难 所以为了整体的一个平衡性 刘璇在这个牌面做的是小注的动作 Andy这个牌做跟注当然不在画像 至少翻牌圈是这样 而后续呢由于刘璇后手的子弹问题 其实对Andy而言也够不成太明显的压力 转排这个时候刘璇还是有点犹豫的 因为翻牌圈对手一根呢 现在他的一个操作空间 这个比例上面会比较让人有点难办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过牌 但这个过牌他自己内心也是清楚的 一旦Andy如果在转牌有动作的话 刘璇的棋牌率还是妥妥的 你必须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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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来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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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你会认识 因为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 Andy一看这个有效后手比例 因为我们常常强调 有效后手比例就是按积分牌 交战当中短的那个人来算 看到这个比例之后 Andy也是觉得这种SPR 干脆在转牌去打对手的后手 在长期而言是一个确实妥当的选择 尤其是这个流程上 flop对手动了一条街的手之后 转牌对手在前位也是过了 此时此刻也是我们经常强调的那种 虽然我也不完全确定 但是以你的这个比例 我要是遭遇你给我埋地雷 我也认了 那么从这个比例 排力强度和波动上 我是合理的 在长期范围里就OK OK 刘璇在转牌 还是选择了气盘 COME ON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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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德州里边翻前强度 在单词而言也就是翻前强度 有时虽然翻前强度看似有保障 但翻后如果真的跟你没啥关系 再面对到一个多人底时 几乎你也是要退出竞争的 138两张方片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 威斯利确实在多人底时里面还是会更稳健一些 OK这样的话翻牌却没有人动 我们来看一下tuncar是一张黑桃2 这张牌的点数非常的低 然后花色上也并不敏感 刘璇这个六七是打了一枪一千 这个时候的A勾觉得反正排面跟我也关系不大 昨人底时里面谁动手呢 我A勾也就走了 那也是恭喜刘璇在这个底时当中转牌 非常果断的一个下注 用空气的排行 纯空气的这种排行 收下了一底 墙口位置同色K10加注到了400 刘璇的A圈却是配得上一个3bet的动作 OK professor的同色K10 call了之后 两人翻后单挑 892两张草花 暂时从成型的角度呢 两家都没成型啊 都属于空气排行 但是一来呢 刘璇是作为翻前最终激进者的姿态 二来啊 他也是处于有力位置的姿态 不过professor在这个面啊 率先的啊 反主动的一个两千零打 他也是觉得这种时候 如果刘璇有一些两高招的面死 或许有一些气排率 而实际的刘璇他确实是两高招面死 只不过呢 他先准备在这个翻牌圈 做一条街的跟注铲打 转牌出了一张K 且这张K呢 是草花的 那也就让professor这边变成了顶对 而刘璇变成了一个A花抽牌 我们来看一下刘璇会不会过掉转牌这条街啊 还是要再转牌呢 去进行自己的动作 哦 来了 6800度的底势里面 刘璇在转牌的下手还是奔着有一定威力去 这一枪5000professor是跟下来了 合牌是一张方便吧 professor当然是会继续过 精彩就在于刘璇会不会在最后一条街 也就是合牌做最终的炸弧呢 并没有啊是选择了check a bag 这一把呢是刘璇的杂色A5 在他作为强制stradle这个位置之后 还有人做了继续人为的stradle 前期这一枪是1万 A5一根呢 Andy确实可以走了 所以接下来就两个人去看转牌了 转牌所落的这个点数是非常的低 是一张草花儿 来看一下合牌合牌方便9 ok 那么双方在转牌和合牌呢都是连续的去过啊 最终也就是比大小的这个流程 圈奇拿下了这一波 枪口位置是杂色A圈加注到了800 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后边的位置 有没有人有合适的组合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是hijack micky的方便A6做了3-bet到2000 而Charles的同色K6呢 在小忙的位置 面对这个3-bet做冷跟 其实这里还是会有一些风险的 因为一来自已的一个K6啊 这个点数上也是容易被主导的那种点数 然后他的后边还有人有位置上的行动机会 所以他这一波对于3-bet的冷跟是比较冒险的 那么结果呢 Professor的久久就做出了自己的激进姿态 再加注到了8000 刘璇呢一股脑加起来自己的后手啊 现在就是2万多 如果一咬牙一狠心呢 要是A圈刘璇给推出去了 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 尤其是基于他的风格整体还是非常的多变 A圈是选择了Olin 果不其然 刘璇还是那个刘璇 在想要拥有激进姿态的时候 考虑过后呢 在执行力方面啊也是一往无前 当这样的这一波你又来我又往的流程 像乒乓球一样哩哩啪啦打过之后呢 那确实Professor久久也会觉得自己优势很难找到 如果面对AK一圈那就是抛硬币 如果面对到流选英雄真正比自己久久更大的口袋对啊 那自己也是比较吃力 那么call了之后呢双方也是可以协商发牌次数啊 这一波呢是发两遍我们先来看第一遍 看一下盒牌会不会让刘璇中自己的有效补章呢 盒牌结果是来了一张草花六 那么这个第一遍就是由99去一下了 我们来看看第二遍 A46两张黑桃 这翻牌圈对于A圈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 那么结果呢这个盒牌是一张勾 哎小盲卫这个AA啊是决定做一下小小的埋伏 他面对ButtonWage的加注进场进攻动作是选择了跟住 而并没有用3-bet去打草惊蛇 这个时候的刘璇拿着A10加出来了 再加注到了2700 这个真真正正啊就是Waisley希望看到的场面 也就是有人已经搭出了跳板 你看 两人在整体的一个神情上面啊也是一副严正以待的样子 此时的Waisley通过这个跳板啊做出了自己4-bet到7000的动作 此时的一个刘璇在想啊你一上来只是靠人家的open 现在我加注了那你又打回来了 这个情况当然是非常的两极分化 要么你就是非常顶尖的排名要么你就是觉得我刘璇这里有不诚实的范围 所以呢做一下技术性的反抗 那结果呢这一次Waisley确实是翻前的钢板排型啊 现在AA跟A10打光 刚鞋上发牌次数的时候都先说啊我要发5次 看一下这一遍呢A10是两头卡 并没有卡出来 当然这个发5遍也是开开玩笑的 最终呢是发了两遍而两遍都是由AA赢下 刘璇由于子弹数量是被Waisley cover啊 所以这一把的刘璇也是被青台了 海杰科也是同色K10加注到了1000 我们来看一下COA是Professor的打色A9 这一类的牌在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 有人是要先做出open的时候 大部分情况下确实它气牌是没有问题 可在队6刘璇也是用跟注的方式 包括我也想看看办后能否中赛 但似乎一切都没有那么的顺利 来到了CIA有GoGo 但是他又人为的把这个翻前变得和谐了 因为他并没有用GoGo去做翻前的再加注 而这个排面呢Charles也是击中了三条K的排行 这张排啊 八排员的手还是非常的巧妙 直接让刘璇形成到了Full Horse 这样呢Charles将会是以目前三条对抗Full Horse的一个局面 在我们上帝视角能够知道 战斗的升级呢 也有可能就因为这张转排的掉路而显得更为丝滑 Charles这枪六千是遭遇到了刘璇加注到一万五 还是那句话刘璇加注到一万五之后后手两万不到 这个比例Charles自然是会看的 看完之后他选择再打回去打刘璇的后手 刘璇自然是秒跟 这一把呢双方在这个转排的打光 底持是定格在了七万四千多 构造出了这样的一个底持 结果在合牌我们看到突如其来啊 这一张最终非常要命的十点 让Charles形成到了K呼噜 那么结果第二遍合牌是来一张三 第二遍K呼噜 第一遍是挂十一队的K呼噜 第二遍呢挂三一队的K呼噜 都是把刘璇的这手转排的六六三 给翻超了 这下真的是扮演了底持终结者的角色 他是好那ец 他被淦来的几个次 几个次 几个次 超次货是一阶段的 超次货 冬 trag会 谢谢